欢迎回来热情日中 台湾关注朋友相当熟悉的蔡少芬 在《甄嬛传》里头是饰演皇后的角色 这次她也将会以皇后的身份 跟夫婿登上红白舞台 蔡少芬最近真的是运势红不让 她即将迎接第二个宝宝 又因为拍了《甄嬛传》 红遍了两岸三地 而老公张静最近在王家卫的电影 《一代宗师》里头 饰演背叛师傅的大反派马三 精湛的武术让她熬了十几年 终于一炮而红 一家人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蔡少芬是港姐出身 当年嫁给知名度远不及于她的张静 还轰动影坛 不过两夫妻都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耕耘 尤其是蔡少芬在演《甄嬛传》的时候 虽然是刚刚怀孕 但是她咬牙苦撑 今夜的态度让剧组都相当佩服 求满殿神父 要锁命就锁我的命 别锁我儿子的命啊 而且这世竟然有了孩子 不是她的儿子 锁了我儿子的命吗 我才能容忍她的儿子 锁下孩子之位呢 斗大泪珠扑束束落下 声嘶力竭地呐喊委屈 为自己过去的恶行做辩护 整环传中表面看起来 母仪天下的皇后 却妄杀皇家子嗣 残害平背性命 最终令雍正皇帝不屑一顾 死生不相往来 皇上虽然以为臣妻憾度 可是臣妻是真真正正 身外的皇上 所以臣妻才会如此 扶我口舍心 你真是让朕恶心 那场戏我觉得我印象很心壳 因为在拍完之后 那些人都很安静 然后都拍手了 我觉得是挺感动的 她要来索命 即管来索呀 免得真切 长远漫漫 从梦见我的孩子 向我啼哭不已 她跟我最像呢 就是一往情深 就是爱一个人 不会改变的那种 然后呢 就是其他的一点都不像 我没有他那么独 不会杀人家的孩子 然后还要嫁祸人那些 我不会救我 甄嬛中的皇后遗休 原是乌拉纳拉市的述出 在当时讲究敌数真卑的年代 述出就意味着低人一等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权位 雍正登基之前 她的姐姐夺走原本属于自己的丈夫 因此她不惜铲除手足 残杀亲外生 雍正登基后 皇后开始培植妃嫔 侍奉皇帝 却又强迫妃嫔 长期服用避孕药品 如有人朱胎暗结 便会出手铲除龙胎 你说什么 甄嬛有的身孕 千真万确 那么快就有了孩子 那就难办了 我要保住我自己 乌拉纳拉市的家族的民心 我一定要当王后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儿子已经死了 所以他有那种感觉 就是所有其他人都不应该再生孩子 不应该有王像的孩子 所以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后后在现在的话 并也不是说什么 真的很坏或是干嘛 他其实就只是想要保全自己 然后想要让自己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不会掉下来 皇后谋算后宫人心 将妃嫔当成棋子 来打击劲敌甄嬛 饰演皇后的艺人蔡绍芬 在香港宏集一时 身材高挑 外形亮丽 是当年电视台力捧的当家花旦 但是近几年 却把表演重心移往中国大陆 为了挑战心机深沉 狠毒的皇后 蔡绍芬费尽苦心 有看过一些古装的戏 然后跟自己说 如果我是那时候的女人 我当一个皇后 我应该怎么去 把那个感觉演出来 我对自己那时候的那些仪态 都是很注重的 一个环境吧 妆啊什么都放上去了 衣服啊穿好了 你就会完全投入在你面对 早期是香港TVB的一个当家花旦 那后来因为TVB当家花旦 又换了一批新年代的 像奢侈曼啊 这些年轻的演员 那蔡绍芬他们的年纪 就不是最年轻的那一批了 他们当然也顺应潮流到 中国大陆发展 那蔡绍芬我觉得她运气非常好 在《甄嬛传》里面 拿到了皇后这个角色 那这个角色其实非常吃重的 扮演皇后除了扮相威延壮重 举手投足也都是学问 但就在《甄嬛传》开拍没多久 蔡绍芬就传出怀孕的消息 不过清朝嫔妃都要踏着 特有的花盆底鞋走路 又要行李叩拜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遗憾 因此剧组严阵以待 不敢大意 你身体怎么样了 身体怎么样 说我们自己照顾吗 好照顾 照顾啊 那就好 对我太好了 还问我们 让没让你累 我说不敢让累 就只要想让我们问 就是是个二哥呢 还是一个德哥 谁知道 皇下你猜 接了一部戏才知道刚刚怀孕 所以就说想推都不能推 你时候他很乖 方怀孕在的时候是一点都没有吃身体上的苦 对啊 吐也没有 肿也没有 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女人 没有什么辛苦的那种状况出现 只是对味道很敏感 对 然后轩丽娅他们都说 你不说我完全不知道你怀孕了 我说那真的是天对我太好了 每人包汤啊 然后跟他熬粥啊 他的助理啊 都有想要吃什么样 我们剧组尽最大可能性 给他解决 可能的给他们提供这种最好的这种 拍摄环境条件 蔡少芬在镜头前扮演英毒很辣的皇后 让人恨得牙痒痒 戏外却是剧组的掌中宝 在他与皇帝摊牌的这场戏中 不仅要声嘶力竭的哭喊委屈 更要常跪不起 对体力及演技都是一大考验 皇上你只顾解决犹豫之喜 何曾还记得真切与你的孩子啊 后来不满三岁 高手手的浑身滚到 不治而死啊 那时候导演也很好 他说你来一个木箱给谢芬做吧 但是我说我不行 因为如果坐在木箱里面演戏 我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很假 我觉得跪下来 然后跟皇上说话会比较像一点 然后环境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子配合的好 所以我不管啊 就跪下来吧 那年的横店下大雪 她一样跟我们动着 我觉得她太了不起了 佩服这个妈妈 戏中的皇后虽然作恶多端 心里却始终深爱皇帝 而蔡绍芬在现实生活中 也找到一位令她日夜挂心的摯爱 十年前蔡绍芬顶着电视剧女王的光环 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武打演员张静陷入热恋 蔡绍芬在她身边总像个小女人 时常张着圆滚滚的大眼睛深情相望 眼神充满崇拜仰慕之意 我觉得她外表很帅 然后会母公 还有可以唱歌 还可以跳舞 你说这一行里面真的是挺难看见的 蔡绍芬从香港的当家花旦 跟着丈夫到中国大陆开疆辟土 从宫廷剧再出发 凭着甄嬛传逆势爆红 她也直言自己跟皇后一样 深爱一个人就会爱得刻骨铭心 但不会如此心狠谋害他人 而剧中的怡修皇后 最终仍得不到皇上的心 多年来的强颜欢笑 苦心谋划全都化为泡影 她虽然保住了皇后的位子 却也撕开她高贵的卫妆 只剩下乌拉纳拉氏一族的尊容 能在冰冷的宫围内 让她了以安慰 后宫甄嬛传红遍了两岸三地 现在还要进军美国 不过您晓得吗 这部戏她的原著小说 竟然是出自于 一位28岁的中学女老师之首 休息一下我们要带您了解 甄嬛传的幕后花絮 还有戏中最痴情帅气的果郡王 今年红白也没有缺席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